张华县大城乡第一家日照中心 私立慈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附设大城慈恩日照中心 26日上午正式开幕 里面设有护理师、营养师、职能治疗师及复健师等专业人员 提供在地民众优质的卫生医疗保健及长照服务 让长辈能安心在地安养、健康快乐 最主要这个空间原本是台塘的土地 慈恩、李董把它租起来,把它优化掉 现在在这边是张华县 第一个日间照顾可以住宿的 可以让提供给我们的乡亲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刚刚这个阿嬷本来是坐轮椅的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 他现在就可以自己来这个行动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县政府不断的在做日间照顾 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辈有需求的人能够得到好的一个照顾 那一般比较健康的他可以到社区的关怀据点 那他是可能有一些障碍的 或者有一些不方便的 他就可能来日间照顾有专业的人来做相关的一个照顾 大城路灶的一个成立 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县长跟乡长 还有议员极力的促成 因为大城事实上在整个租源都很匮乏 老年年龄是前张华最高 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说一些年轻人都外吃 我们刚好有得知台糖有空闲的一些空间 我们可以再利用 提供一个地方 让我们大城乡所有的长辈可以来这里活动 那么非常感谢李当市长来看的这个区块 在我们这里设置日照中心 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喘息的机会 长辈白天上来这 这样来这让人照顾 下班后再过来 所以在这里大的长辈 能照顾到我的补制非常好 大城慈恩日照中心采取挑高设计 户外设有庭园供长辈休憩 也有五床供临时住宿的喘息服务 并规划赋能训练 生活自力训练 认知训练 音乐律动及艺术手作等活动 协助维持长辈功能 延缓失能 获得最好的照顾 公益频道林义俊大城采访报道